伯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5月24日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 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与前总统特朗普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批评拜登政府在移民、治安和经济等问题上陷入困境 扬言要复兴美国 而他当晚搭档特斯拉CEO马斯克 在推特上举行现场音频连线活动 但这场活动却因为推特服务器 无法处理激增的流量的技术问题而一度中断 马斯克结束开场后 本甘进行德桑蒂斯发言 听不见声音和噪音交替出现 又反复出现网络问题和崩溃后 第二场推特Space活动的开始推迟了近30分钟 马斯克在直播中表示 这些问题是由于平台服务器的压力造成的 因为他自己的账户也加入了 他有1.4亿粉丝 问题解决后 活动开始并相对顺利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在德桑蒂斯就他决定竞选总统的原因 发表简短的政治演说后 活动进入了一个有主持的问答环节 他谈到的话题包括新冠疫情 他与迪士尼的法律斗争 新闻媒体移民等 全美50州和华盛顿特区检察长 近日联名提告艾维德电信公司及其负责人 理由是被告用机器人打了75亿通语音自动拨号电话 给已列入全国谢绝来电登录清单的民众 亚利桑那州检察长梅耶斯说 从2018年12月到2023年1月 该州总共收到1.97亿通机器人推销电话 无数亚利桑那州消费者 每天受到他们不想接的机器人电话骚扰 烦不胜烦 有时候这些电话还威胁消费者 说要告他们甚至逮捕他们 更令人不安的是 这种电话有不少是诈骗电话 目的就是施压受怕的消费者 通常是年长者 逼迫他们交出辛苦拽栏的钱 诉状指出 艾维德电信机器人打出的电话 在对方电话机显示出来的号码 居然是类似政府及执法机构 和私人公司电话的哄骗或无效号码 此外 艾维德也送出或转送诈骗电话 引对方上钩去处理社会安全号码 健保亚马逊网购 电视节目订购 汽车维修保证 就业以及信用卡利率折扣等问题 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两国政府 5月24日宣布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将重新互派大使 结束双方近五年来 关系紧张的状态 据两国外交部声明 基于两国领导人在2022年11月18日 在探国半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期间的会谈 双方希望在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加方已决定将与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关系水平 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加拿大已经任命了新任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 2018年 加拿大驻沙特大使在内的 加方外交官公开呼吁 沙特方面释放其居留的维权人士 沙特方面谴责加方干涉内政 采取驱逐加方大使 召回本国驻家大使 暂停对家投资等措施予以回应 双方就此断交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和时事通讯社等媒体 5月25日的消息 当天 一男子在日本长野县中野市持猎枪和刀具商人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其中两人是警察 嫌犯逃离现场后 闯入一栋建筑物中将自己锁在里面 警方表示 当天接到报告称 一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刺伤了一名妇女 警方赶往现场后 遭到这名男子开枪奇迹 中野市警方发言人称 当局在事发现场周围指定了一个半径300米的疏散区 中野市政府周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声明 敦促市民待在室内 由于日本实行极其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 枪支暴力在日本极为罕见 5月24日 阿富汗宣布恢复与中国之间中断三年的直飞航线 国航阿里亚纳阿富汗航空 首架每周一般的航班 星期三从喀布尔起飞 飞向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新冠疫情2020年初中断了这条航线 塔利班负责交通和民用航空的副部长瓦法 在喀布尔机场称赞了空中服务的恢复 并指出 这些航班会直接加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商务关系